距離嘉義車站不遠處 距離嘉義車站不遠處 可以看見一位麻辣燙攤販正忙著招呼客人 他是中正大學承認與繼續教育學系的同學 目前正一邊求學一邊創業 我有自己畢業之後想要做的工作 就是大家覺得那種可以賺錢然後很穩定的工作 就是心裡有一個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一個想法 就是很想要開一間自己的店 所以因為我大四這年我只有禮拜三有課 就是變成一個學習 一個禮拜只有一天課 想要趁這一年就開開看 就是因為你還在大四的期間 然後就算你創業失敗了也沒關係 因為反正畢業之後那你就去找一個無敵的工作就好啦 從屋鬧友獨自一人開年需要耗費許多心力 但在過程中也會得到許多收穫 首先你要先有錢 所以你就是先想辦法伸出錢 再來就是早點吧 再來就是開始設計就是你想要的樣子 我很堅持我的湯是沒有加添加 在試湯頭的過程中就是大骨的成本很高 然後我要用天然的食材去熬湯那成本真的很高 中間有一度就是就是有朋友推薦我 就是有那種一罐就這麼大罐 然後他就是現成就去買 然後你就幾比幾泡水 然後就變成麻辣湯底了 就是你不用煮你也不用熬湯 而且成本很低 最挫折的時候應該就是遇到那一罐湯底 成本啦應該是最難的地方 最開心的時候就是 就是有客人會坐在這邊吃 然後有的要走之前就說 喔很好吃喔 然後這樣子鼓勵我然後才走 然後不然就是我在收桌子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的碗吃超趕緊 然後連湯都喝光 那時候我就是心裡會很開心是這樣的 為了讓客人吃到新鮮的麻辣湯 老闆每天清晨都會前往市場挑選食材 吸引民眾支持 他的東西還還不錯 就都還蠻新鮮的 湯頭的話也就是我這叫小拉 就剛好就是還可以接受範圍 菜市場有分成早市跟一般的菜市場 然後早市通常是做生意的人去買東西 他會用做生意生意人的價格 所以會比其他東西都還要便宜 然後早市的話就是通常凌晨4點就開始了 然後你大概9點10點去的話 好的東西都已經被調走了 所以你一定要很早去 沒有什麼情況就是很想睡 從頭到尾都很想睡這樣 大學生活有許多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 大家不妨思考看看有什麼想做的事情 說不定可以在求學階段 及早開展自己的事業 中正醫報 陳旭陽 賴政浩 家愛事報導